音樂 很多人嗅癌色變 其實更加多人嗅療色變 覺得化療比癌症更加可怕 覺得化療有很多副作用 例如脫髮、口腔、嘔吐、腹射等等 令患者接受化疗期间 以致化疗之后都承受极大痛苦 究竟化疗是什么呢? 中医治疗化疗毒副作用方面有什么方法呢? 今天想到刘宇龙教授接受访问的 你好 刘教授 你好 主持人 化疗是治疗癌症肿瘤的主要方法 那化疗是什么呢? 化疗又叫做化学药物治疗 它主要是通过化学药物 杀死癌细胞或者移治癌细胞的生长 达到控制肿瘤的目的 化疗有分为单药化疗和多个药物的联合化疗 那么化疗它有一些主要针对用药方法 主要是有口服化疗 还有一个是静脉注射化疗 还有一个是动胃灌注化疗 还有一个是肿瘤内直接注射化疗药物 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的用法 那么单药化疗和联合化疗有什么不同的呢? 单药化疗就是在采用化疗方案的时候 然后用一个药来治疗 那么联合化疗是用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药物 组成一个化疗方案来治疗的 叫联合化疗 那沙尼有没有什么分类的? 化疗它的分类主要是根据治疗的目的不同 分为根治性化疗 这个孤细性化疗或者辅助性化疗 根治性化疗则是针对敏感肿瘤 就是对化疗比较敏感的肿瘤的化疗 比如说淋巴疗儿童的白血病 还有这个男性的晶圆细胞瘤 通常通过化疗已经可以根治 这是以根治为目的的 另外一类是孤细性化疗 主要是它的目标是减轻 舒缓 肿瘤病人的症状 痛苦 改善生活直速 它有可能通过化疗后 肿瘤被控制 但是难以被根治 这是孤细性化疗 那么还有一类是辅助性化疗 辅助化疗主要是针对辅助手术 辅助放射治疗的化疗 主要是针对一些正做完手术 放疗的病人 术后有些病人可能会浮发转移 化疗来起到一个辅助减低浮发转移的作用 通过化疗辅助放疗可以提高放疗的疗效 那么这是一个叫做辅助化疗 很多药物治疗都有副作用 那么这个化疗的副作用是什么来的呢 化疗我们知道化学药物对整体脏腑组织器官没有选择性 那么它在杀死癌细胞的时候 同时也会审伤正常的脏腑组织器官 审伤脏腑组织器官 我们称为化疗的毒副反应 那么化疗的毒副反应 根据它的发生快慢 分为这个急性毒副反应和慢性毒副反应 急性毒副反应呢 主要是指的比较常见的是一些消化道毒副反应 骨髓移植 还有心脏毒性 肝脏毒性 还有肾毒性 甚至有些人是神经毒性 这是急性毒副反应 那么还有一类是慢性毒副反应 主要是影响患者的生治功能 导致不润不愈 还有是引起第二种癌症 当然有些人降低免疫功能 引起免疫功能的混乱 这都是慢性毒副反应 那么中医怎样理解毒副反应呢 中医师呢 在评估化疗毒副反应呢 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方面呢 是要考虑肿瘤病人的体质状况 第二个要考虑到病人用了什么化疗药物 以及化疗药物的种类 第三方面呢 要看肿瘤病人用完化疗药以后呢 出现了什么毒副反应 然后再看病人的舌苔 触摸病人的脉象 根据这三方面的资料 来分析判断肿瘤病人化疗后 究竟什么病因 它的病位在哪里 它的这个病理性质 具体到这个病因我们都知道了 是指的化疗的药物的毒性 这就是病因 它的病位呢 在中医来讲 主要是脏腑组织 经络 气血 它的病理性质 主要是虚 室 寒 热 针对这个虚室寒热 我们治疗呢 主要是 补虚 泄食 叫做虚则补之 实则邪之 寒则热之 热则寒之 就是有热的要清 有寒的要温 整体终于是这样来调制化疗毒副反应 通常化疗期间都有嘔吐咬咬这些症状 除了这些症状 有没有其他消化系统的症状 化疗引起的最常见的毒副反应 就是消化到毒副反应 它的主要表现呢 主要是食欲不正 食欲减退 口苦 口肝 口淡 口腾溃疡 咽喉疼疼 吞咽不顺 还有是反酸 碍气 恶心 嘔吐 胃脏 胃痛 腹脏 腹痛 腹泻 腹泻 等等 这些都是化疗的常见毒副作用 表现 那对于这些出现了消化疗系统的副作用的患者 有什么食疗可以推介给他们呢 可以推荐一些 接受化疗后出现恶心 嘔吐的病友的一些食疗方 第一个是姜早巨皮粥 每天可以一次 每周可以二至三次 它主要是健脾和胃止疗 食用于化疗后出现恶心 嘔吐 食欲减退的病友 除了这个粥之外其他粥可以介绍给我们 其他呢 主要是针对化疗后出现便秘的患者 我们可以推荐一些叫做山药黑芝麻粥 这是一个方 那么它是一个润肠痛便 就不适合于腹泻的患者 这里补充说明 另外呢 另外呢 针对这个出现化疗后腹泻的病人 我们推荐 淮山莲子粥 淮山莲子粥呢 具有这个健脾止穴的功效 使用于化疗后腹泻的病友 那么其实很多嘔吐的患者 其实没有为何吃粥的嘛 那么除了吃粥之外 可不可以有些月份按摩 对化疗后出现恶心嘔吐的病友 我们推荐一些直嘔的血胃 主要是内关 祖山莲 内关呢 在这个碗浑纹 静心端两寸 两斤之间 祖山莲呢 在肚壁穴这个血位下三寸 禁锢旁一魂指的地方 我们用拇指按摩 按摩力度呢 是达到一个酸胀维度 每次按摩呢 可以三到五分钟 每天可以二到三次按摩 可以起到一个活胃指偶的功效 除了止咬之外 月位按摩可不可以止射的呢 我们推荐跟化疗的病友 一些止蟹的血位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祖山莲 另外一个血位呢 是阴灵犬 它的位置在 近过内侧窟 后下方凹陷中 按摩方法也是以酸胀维度 每次按摩三到五分钟 每天可按摩二到三次 具有健脾止穴的作用 使用于化疗后浮泻的病友 另外我听人家说 或者是化疗期间 可能会出现 这个贫血 血小板低 这些是什么回事呢 化疗的药物呢 容易抑制骨髓的增生 导致贫血 白细胞下降 薛小板下降 贫血的话 就容易出现 头晕 耳鸣眼花 这个薛小板下降 容易出现 出血表现 而白细胞下降的病人 就容易感冒发烧 那么总体表现来说 就是引起这个贫血 薛小板下降 和白细胞下降 那对于骨髓抑制的患者 食疗方面有什么注意 是可以帮到他 我们推荐一个食疗方 化疗后骨髓移植的病友 第一个食疗方 是黄芹乌鸡汤 它具有健脾补肾 补气养血的功效 食用于化疗后 白细胞下降 贫血的病友 那么除了这个黄芹乌鸡汤之外 有没有其他推荐呢 推荐给化疗后骨髓移植的病友的 第二条食疗方式 是黄芹乌鸡汤 它具有补气阳血 补气色血的作用 食用于化疗后 导致的血小板下降的病友 那么 花生衣 厄椒 红枣营 不适合于一些 血管酸塞 中风这样的患者 那么黄芹乌鸡汤呢 因为偏燥热 不适合于 应需燥热的患者 很多人都想知道 化疗期间 是否可以同时吃中药呢 化疗期间 我们知道 服用中药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主要是 无论是肿瘤病人 还是肿瘤专科西医 他们都担心 化疗会不会导致 化疗药物的效果减少 减弱 或者增加化疗的毒肤反应 维持 我们建议 化疗那一天 或者化疗前后48小时 不适合喝中药 那么 化疗除此以外 可以喝中药来 减轻化疗毒肤反应 增强化疗疗效 那么在不同阶段的 癌症患者 中医如何帮忙 针对早中期的 肿瘤患者的话 我们建议 还是听从肿瘤专科的意见 该手术的手术 该化疗化疗 该放射治疗做放射治疗 那么这个时候 配合中医呢 主要是辅助治疗 以减轻手术后的这个 病发症 和化疗后的 毒副作用 这是一个 针对晚期的癌症 加上体质比较虚弱的患者 我们鼓励 以中医药为主的治疗 起到一个舒缓症状 提升改善生活指数 达到带流生存 长期生存的目标 那么其实服用中医呢 可不可以减少复发机会呢 从我们国内啊 或者大多数的这些 做的一些临床观察所见呢 通过中医药的治疗 所以调养呢 能观察到一些病人呢 可以减少 腐发转移的机会 今天多谢刘雨龙教授的 与其有病先来医不如 及早预防 始终健康的生活 适量的运动 温腾的饮食 和定期身体检查 才有效预防肿瘤的发生 与发展 令我们免受化疗毒附续的痛挫 祝大家身体健康 拜拜 感谢观看